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拍出来的一部电影 在那个电影里面 他把三孙写成是一个 其实我觉得是合理的 就是一个很像孩子一样的一个大男人 力大无穷 可是很单纯 所以呢 生气了就会发脾气 就像个孩子一样 就像小孩子 小孩子肚子饿了就会哭 他不会委屈自己的 小孩子尿不湿了就会哭 因为他不会说 现在不要吧 现在妈妈在睡觉 算了我待一会 不会 小孩子不顾别人的 他不舒服 他就要哭 他就要叫 他就要闹 等到他舒服了 舒服就没事了 像小孩子一样 因为他是个孩子 我们这样说 那是一个不成熟的人 参孙一路走来 他的自我中心 参孙一路走来 他不去约束管理自己的情绪 都让他就是 始终看起来个子很大 能力很大 很有力气 但是他根本就是个孩子 他说他很真 他很真 我们常常在讲说 诚实不等于成熟 那不是说成熟的人就不诚实 不是这个意思 诚实的人 一个人很诚实 我现在我就是不高兴 我就摆着脸给你看 我很诚实 我不要虚假 是诚实 但是不等于成熟 孩子很诚实的 不管你爸爸现在在忙什么工作 妈妈正在跟别人谈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不管 我现在生气了 我不高兴 我就哭 诚实 但是成熟不是一定是虚假 成熟是会为别人着想 会考虑到别人 我现在真的肚子很饿 可是妈妈现在身体很不舒服 我不要闹 我现在真的尿不湿了 我就很不舒服 只需要两人来帮我换 可是爸爸正在打一个很重要的电话 我忍一下 成熟是会为别人着想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参孙的身上一起学这样的功课 成熟不但会为别人着想 而且成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就是成熟表示我愿意承担责任 而不是我先烧了再说 我发脾气再说 我东西摔了再说 不 我会考虑 摔了东西之后呢 我发完脾气之后呢 参孙把人家整个烧掉之后呢 成熟第一是为别人着想 成熟会考虑后果 求主帮助我们 在参孙的身上 我们得这样的见解 不要变成一个力大无穷 说起来很像孩子一样 很单纯很诚实 却不成熟 不会为别人着想 也不会考虑后果 让我们一起长大成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